新华社耶路撒冷,1月13日电,记者陈文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日说, 以空军在从11日晚开始的36小时内,轰炸了位于叙利亚大马式格国际机场的伊朗武器汤库。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内阁旅行会议上说, 最近的一系列轰炸行动证明,以色列在打击伊朗,在叙利亚的势力方面,比伊朗任何时候都更坚决。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,以色列在阻止伊朗,在叙利亚扩大军事势力方面,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。 以国防军以针对伊朗核真主导目标,实施了数百次轰炸。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2日报道,以军战机11日晚,向大马式格周边地区发射多枚导弹, 续防空系统实施拦截,并击落8部分导弹。 以军空袭造成大马式格国际机场一座汤库受损。 以色列长期指认,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, 强调不能容忍伊朗把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。 内塔尼亚湖要求伊朗军队必须从叙利亚前进撤出。 叙利亚方面则表示,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是叙利亚政府要求的。 在叙利亚只有向西军队提供帮助的伊朗军事顾问。 环球网军事1月7日报道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 1月6日援引土耳其约尼萨法克报的报道称。 消息人士称,美国再次建议土耳其放弃采购额制F400防空导弹系统, 用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进行打开。 但美方的建议,再次遭到土耳其拒绝。 该报披露,美国代表团本周访问了安卡拉, 被说服土耳其放弃购买F400系统做出了最新尝试。 想而土耳其政府,拒绝了华盛顿提出的增价值35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交易, 因为没有折扣,也不包括技术转让。 据该报报道称,土耳其仅需付出三分之一的价格, 就可以进口俄罗斯的F400防空导弹系统。 美国的此项建议是阻止俄罗斯向土耳其供应F400系统的最后一次城市, 安卡拉强调称俄罗斯的建议更合算。 但土耳其仍然愿意与美国合作。 土耳其总统新闻秘书伊布拉辛卡林说, 土耳其购买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,并不影响F400的供应。 土耳其媒体此前报道, 美国代表团提出了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建议, 其中包括4个AMMPQ-65式雷达战, 10个维呆式天线装置, 20GM903发射装置, 以及其他设备。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, DFCB此前发表消息称,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与土耳其可能达成的协议, 同意出售爱国者系统及相应设备, 价值35亿美元。 土耳其已要求购买4套系统, 20G发射装置和80枚拦截导弹, XV-E-B-PLOS, 7500D-21, 因为一名以色列女金人所处位置与风俗不符, 一支潜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执行任务的乙军小分队露出马脚。 上月11日晚, 乙军小分队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加沙交火。 巴勒斯坦伊斯兰底看运动哈马斯说, 乙军暗杀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斯里, 在汉尤尼斯市的指挥官, 卢尔巴拉卡。 乙方则说, 小分队行动只在收集情报, 并非暗杀, 哈马斯和乙方都对交火细节保持沉默。 美联社12日, 以8名哈马斯官员为消息员, 记录部分情况。 根据哈马斯官员的说法, 乙军小分队队员伪装成运送残疾人去医院的八方人员, 其中一名乙军女兵伪装成残疾人, 乘坐一辆汽车从乙军马首的安雷斯检查站进入加沙, 以假身份证混过两道八方关卡, 他们去过多座住宅, 甚至在加沙市租了一套公寓。 只是, 那些哈马斯官员对小分队潜伏行动的持续时间说法不一, 非常地为两周, 就以军小分队的任务性质。 按照一名官员的说法, 以军执行侦查任务, 容易破坏抵抗力量的通讯网络。 小分队在小镇阿拜桑阿漏县, 当地人相互熟视, 陌生人一旦进入, 很快会引起注意。 哈马斯人员接到当地人报告, 拦截小分队的汽车, 试图排查。 一名哈马斯官员叙述, 小分队队长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, 操一口流利的袈裟方言, 真净应被盘问。 但哈马斯人员发现一些一点, 最主要的是, 车上一名女性坐在两名男性中间, 身份证显示, 她与那两名男性不是亲属关系, 不符合当地风俗。 小分队告诉哈马斯人员, 他们要去看望一名女子, 后者不住在这一地区。 哈马斯人员喊来指挥官巴拉卡, 她到达现场, 开始问更多问题, 最终下令拘留小分队成员, 准备做进一步盘查, 小分队立即开火, 射杀巴卡拉并试图逃离。 哈马斯人员还击, 击毙小分队队长, 按照当地军营穆罕默德·阿布达卡的说法, 大约20时45分, 他在家中, 听见外转来玻璃破碎的声音, 看见一名八方人员用手枪下一辆汽车射击, 车内有人用装有消声器的枪向外射击, 交火结束后, 他走出屋, 看见一具尸体, 一名八方人员高声喊叫, 他们打死了努尔, 乙军派遣战机和直升机, 提供空中火力掩护, 帮助小分队逃离。 那些哈马斯官员说, 六名八方武装人员在空袭中死亡, 乙军战机同时摧毁小分队原先乘坐的汽车, 以毁灭证据, 乙军证实, 一名乙军中校死亡, 一名军官受伤, 乙军不愿公开身份的乙军官员说, 那不是乙军第一次,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潜入加沙。 他声称, 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在任何必要的地方执行特种行动, 以确保以色列平民安全。 会想说, 新华舍专特稿, XV-1APLOS, 7500DM的提问, 原标题, 想换飞机, 先掏钱。 美国估计六代战机价格将是F-35的三倍。 在美国空军提出的2030空军发展构想中, 具有穿透行制空能力的第六代野生战斗机系统处于核心地位。 美空军认为, 下一代战机可能由二到三个不同功能的分系统构成, 可能包括有人驾驶战机和无人机, 整合航天和网络电磁作战能力, 与第五代战机联网作战, 以此建立对作战对手的五代机的技术性能和体系优势。 然而, 美空军任一刻笛制胜的美梦, 尚未成真, 美国国会就给该项目迎头浇了一瓢冷水, 据美国防务新闻近日发布的文章称, 在美空军提出下一代战机的技术构想和研发规划后, 按照目前不变价格计算, 第六代战斗机的单价将高达三亿美元, 也就是说, 与进入量产而单价价格下降到9400万美元的F-35衍生战斗机相比, 下一代战机的成本达到前者的三倍。 美梅称, 这是美国官方机构首次对第六代战机项目进行成本估算, 美空军预计, 2030年到2050年为第六代战机的列装量产周期,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, 将成为日后美空军的研发和采购工作, 提供重要参考, 在评估新战机项目单机成本的同时, 美国国会还对第六代战机的装备数量, 首次做出评估, 认为后者不仅承担着提升美金空天电网一体化作战能力的重任, 还肩负接续F-22和F-35机队, 以维持美航空力量规模的职责, 所以, 美空军需采购至少414下, 才能满足夺取未来数十年空中作战优势的需求。 而此前, 单价约2亿美元的F-22野生战斗机就因成本过高, 迫使美空军在采购不到200下后, 就忍痛关闭了生产线。 如今这个单价和采购需求量更大的战机项目, 恐怕会让美空军背上更大的心理和财政负担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如果该项目底研发资金能够及时到位, 且研发过程中未遭遇显著困难, 美空军将有望在2030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六代战机, 这意味着在享受其性能优势的同时, 沉重的包袱,很快就要压上美空军的肩头。 那么, 第六代战机的价格为何如此昂贵呢? 美国国会出台的报告称, 新技术的研发成本和研发采购中的不确定性, 都对整机成本抬升做出了巨大贡献, 未建立性能碾压第五代战机的待机优势。 第六代战机, 被要求具备更任航程, 更大有效在和, 更强的信息整合与态势改制能力, 以及更好的延伸性能, 在享同时满足上述科克条件, 就需要美空军投资研发新型航空发动机, 全新的机体结构和衍生材料, 全套新型航电系统和符合穿透形制空里面的下一代基材武器, 上述分系统的研发, 拿出任何一个, 恐怕都需要数十亿, 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巨额投资。 同时, 由于集中采用过多全新技术, 第六代战机的系统整合, 可能也将遭遇周期延到和成本外的不特风险。 苏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F-22战斗机研制过程中, 曾因堆卸过多新技术而问题缠身。 技术指标更高, 整合难度更大的第六代战机, 恐怕也难逃一劫, 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研发采购政策的变更, 同样可能促使研发成本居高不下。 在B-2隐身战略轰炸机和F-22战斗机项目中, 都出现过因初期规划与实际进程不符, 或国防投资政策变更、延迟, 导致研发计划被迫中断。 虽然这种中断对年度国防预算的控制缩减有所弊异, 但从长期来看, 这遗害无穷此举, 不仅推迟了研发项目季度, 还因阶段性的投资不均衡而提高了总体成本。 而在战机进入预生产阶段后, 投资减少还会延长从预生产到量产的周期, 按照工业规律。 只有进入量产阶段, 战机平均成本才会显著下降, 从而推升采购价格。 这些在F-35研发项目中, 英国防政策更别所导致的后果, 也难免会在不确定性更大的未来, 在第六代战机身上重演。 不过, 为了保持美金空中力量霸旋, 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资金负担, 美空军也要咬牙推进第六代战机项目, 随着新战机研发进程不断加快, 该项目正从美空军预算中, 切走越来越大的蛋糕。 2019年, 美空军为该项目投资约5.04亿美元, 而到2020年, 这一数字将增至14亿美元, 到2022谈年, 则增加到31亿美元。 何见, 美金在第六代战机的花费, 正逐年快速增长, 直到2030年首批。 对于那时还需为澎大的第四代, 和第五代战机机队的运行, 维持发费高昂经费的空军来说, 这无疑将成为巨大的负担, 即使美空军能够撑到六代战机量产的2030年。 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, 仅按目前不算成本, 采购最低需求量, 414价的炸机, 就要花要超过1200亿美元。 如果将这些成本, 均摊到每年的美空军采购预算中, 美金在购买战机上的年均开销, 将从目前的约150亿美元, 增加到2030年的约230亿美元。 面对从始至终的高昂成本, 美空军的确要为第六代战机的开销费一番思量, 或许更令美空军感到绝望的是, 类似第六代战机这样的吞金巨兽, 并非仅此以利。 为采购订单超天价的F-35战机, B-1隐身战略轰炸机, KC-46加油机, 和下一代战略运输机。 美空军在每个项目的花销, 可能都不少于第六代战机。 美空军内部还不断有力主扩充现一机队规模的呼声, 也将增加其在人事和管理训练上的开支。 如果美军不再维持庞大军力规模和技术无比优势的 霸钱之路上改弦更张, 只怕不断高企的装备成本, 终将成为美军所不能承受之重。 魂马齐飞, 原标题, 退役军人事务部, 幽浮工作, 将从解困形逐步向包扬激励形转变。 请不吝点赞, 请不吝点赞, 也许去启点赞,